青年農民在台南市是很重要的一席 也是未来台湾農業的希望 政府不断鼓勵青年到来農業 最后在早上来農职 也鼓勵台南市青年農民 任议会第五次总会上的三季 其实在这个新的团队 我上升去年上升到现在 我观察过青楼 生产跟行销方面 他们有一个很完善的统筹 还有资讯方面 有非常公开的资讯会提供给 台南这些青楼下去使用 然后让我们台南青楼 会更美好 更团结 更强壮 更强大 当过青楼年一会 可以跟政府感受 将台湾的荣亚打到全世界 这次总算的第五次总会上 许一致并不是他也没成功 该他给大家分享 小说的心地还有祝福 可以总算本来的总会上 他也感觉到最大的影响 除了就是在产地的夜市 还有就是资深青楼的交流之外 我们在通路的部分 也有一些规划 比如说对外我们会招募 其他县市或是企业场域 还有小学生 他们可以来这里做食农教育 然后可以来这里做深度旅游的部分 这些场域我们会调查 然后统合资源 那二来的部分就是针对我们 台南在地的产物 我们做了一些季节性 组合性的规划 那目标就是为了推展一些企业界 还有就是电商的部分 希望在青楼年会 整个大家庭里面大家可以活络 然后一起对外 然后销售我们台南的农产品 这两次台南青楼年一会 总会中都很流行 很时出台南青楼的女力 其实是很优秀 今晚未来 才为農業的发展 祝你更多创新的能量 还有活力 南天新闻大英雄 大来的彩虹报道 谢谢大家